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儿媳并不知道我提前过去 要不是我无意间听到儿媳的对话 我和老伴攒下的三十万积蓄 就得白白打水漂了 我从儿子家回来以后 儿子儿媳就不停地给我电话 可即便他们怎么解释 如何向我许下承诺 我也不会傻乎乎地给钱了 因为我太寒心了 刘大爷和儿子儿媳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听听刘大爷的字数 我叫刘德柱 今年六十五岁了 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 本以为我们能一起安享晚年 可人生无常 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 就在三年前的一天 老伴在体检的时候 竟意外查出肺癌晚期 虽然老伴一直积极配合治疗 但最后还是去世了 自从老伴走后 我就过上了独居生活 当时我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未来生活失去了盼头 也不愿意跟人沟通 就算有邻居来找我聊天解闷 我也提不起任何兴趣 每天就做家里发呆 对着老伴的照片诉说思念 我和老伴有一个儿子 现在已经结婚了 当初结婚的时候 儿媳家里非要让买一套房子 当时家里也没钱 所以儿子买的房子并不大 只有二十一厅 但也足够生活了 虽然我觉得没啥 可儿媳那边却不愿意 闲楼层低 面积小 说啥也不肯结婚 我和老伴无能为力 只能急得干瞪眼 最后儿子说尽好话 儿媳才勉强同意 本以为是年轻人耍性子 以后生活在一起就好了 可自从孙子出生以后 儿媳再一次提出了要换房 她说她身边的朋友 都是住的新小区 而且还都是大房子 她不想被人比下去 所以整天向儿子抱怨 为此两个人没少吵架 虽然我不赞同儿媳换房子 但不敢多说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也从痛苦中走了出来 后来有一天 我的一位朋友 喊我出去逛公园 他劝我不要老待在家里 要多出去走走 重新开始振作起来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毕竟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不能一直活在阴影里 总有一天要学会面对 所以我就换好衣服 跟着他出去散步了 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出来 也没有人陪自己说话 我就和朋友聊了很久 把自己的心事都讲了出来 在不知不觉中 天已经天黑了 眼看都到饭点了 于是我俩就在附近找了个饭店 打算喝上两杯 不醉不归 朋友和我有着相同的经历 他老婆也是因病去世了 我们都知道对方的不容易 所以聊的时间很长 默一会儿 两个人就喝多了 我以为很快就会醒酒 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 随着时间的增长 身体基因也在不断下降 更重要的是 就连酒量也大不如从前 走出饭店的时候 我俩都是晃晃悠悠的 朋友说要送我回家 但却被我给拒绝了 我说自己走路回家 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刚和朋友分开 还没走出多远 久近就上来了 由于我一个不小心 摔倒在了路边台阶上 当时我痛得都爬不起来 嘴里一直哀悠个不停 幸好有路过的好心人 及时帮我拨打了急救电话 要不然的话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去往医院的路上 就让医生给我儿子打了电话 当我从医院醒来的时候 儿子已经赶了过来 我从儿子口中得知 我的腿已经摔骨折了 身边不仅需要有人照顾 光是做手术 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就在这个时候 儿媳给儿子打来了电话 得知大概原因以后 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有对我表现出关心 也没有问我什么时候恢复 面对儿媳这样的态度 我知道她是对我有意见 一是觉得我给他们添麻烦了 二是因为当初儿媳 想换房子的时候 我没有表态支持 也没有进行经济上的接济 虽然一直都是儿子忙前忙后的 可我总不能一直让他照顾 毕竟伤筋动骨一百天 以后的恢复期还很长 所以当我出院以后 就给自己找了个保姆 我找的是比较便宜的那种 只在饭点的时候来照顾我 给洗衣做饭 顺便收拾屋子 每月只需要三千块钱 因为我每月有五千块钱退休金 去除生活费两千元 剩下的刚好够雇保姆的支出 这样就不用耽误儿子了 我认为自己的想法很好 并且还打算 未来通过这种方式养老 可没过多久 保姆就提出意见了 他说让我给他涨一千元工资 原因是我现在属于病人 虽然没怎么用他伺候 但肯定要比对普通雇主付出的多 当时我没有办法 虽然能重新找一位保姆 但要是碰不见合适的 最后还得耽误时间 最后我同意了他的要求 退休金不够 就只能从老本里出 当我能下地走路了 生活能自理的时候 我就立马把他辞退了 还是回到了以前的生活 虽然我十分反感他中途涨价 但他这突然一走 我还有些不适应 觉得一下子冷清了不少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我老是怀念保姆在的日子 那时不仅吃得好 还不用自己动手做 所以一到做饭的时候 我就特别头疼 因为自己懒得做 而且自己的口味也不好 不是咸了 就是淡了 有时还会直接炒糊 后来我就学会了凑合 每天都是煮一大锅面条 一次就能喝上一天 虽然没什么营养 但图的就是方便 后来时间久了 我就感觉到很孤独 不仅如此 我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老年病 为了晚年能生活的幸福 我就打算搬去儿子家养老 这样不仅能过上 老有所依的生活 还能每天都看到我的孙子 一家人热热闹闹的 身体自然会好很多 当我把想法告知儿子的时候 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儿子吞吞吐吐吐地说 他家房子太小了 实在是住不开我 虽然他想过要换大房子 一家人都生活在一起 但手上钱不够 一直也没有换成 挂断电话以后 我就陷入了沉思 我心想儿子肯定会给儿媳说这个事 儿媳自然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换房 到时候他就会找我要钱 与其这样 还不如我自动说这个事 这样能改变儿媳对我的态度 或许以后还能对我好点 随后 我给儿媳打去了电话 儿媳的语气很一般 一上来就问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废话 直接问他换房还差多少钱 我会尽力支持他们 儿媳妇听完都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 才说他看上哪个楼盘了 如果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 预估还差将近三十万 就能换上个大房子 我听完之后 便直接表示同意 儿媳妇高兴地合不拢嘴 一口一个爸叫着 儿媳还说 爸 你什么时候把钱送来啊 我好 尽快去办手续 等买完房子以后 早点把您接过去养老 我给儿媳约好了时间 便赶紧准备钱去了 我心里很高兴 因为以后不用再独居了 晚年也总算有了着落 在这种情况下 还没到约定的时间 我就把钱准备好了 我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 所以打算提前一天把钱送去 那天 我一早就从家出发了 我把银行卡装在内兜里 还给孙子买了喜欢的玩具 之后就坐上了大巴车 前往儿子所在的地方 到达汽车站以后 我没选择乘坐公交 因为我怕会将银行卡丢失 所以还特意打了辆车 到了儿子家楼下 我就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儿子一开始很惊讶 但一听到我把钱都带来了 顿时就变得十分热情 还怪我没有早通知他 他好从单位过去接我 我一听儿子正在上班 便打算在门口等他一会 可儿子怕我累到 让我不用等他 说儿媳应该在家 要是家里没有人 那就是去买菜了 备用钥匙就在门口的垫子下面 让我先开门进去休息 等他下班以后 就回来陪我喝上两杯 我按照门牌号 来到了儿子家门口 我敲了两下门 但迟迟没有动静 我以为儿媳不在家 就拿出钥匙开门进去了 当我来到客厅的时候 听到卧室传来了 儿媳打电话的声音 我先是喊了他几声 可他只顾着打电话 压根就没有听到家里来人了 我当时又累又渴 所以没细听儿媳打电话的内容 眼看儿媳迟迟没有出来 我就打算给自己七杯茶喝 就在我起身去厨房倒水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了儿媳的对话 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家马上要换大房子了 以前我说要换房的时候 我公共一点表示都没有 可自从他摔伤出院以后 就知道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了 所以他开始为以后着想了 知道自己留着钱没用 所以才主动拿了钱 为的就是想跟着我们一块生活 在这个时候 我才听出来 他是给亲家母打电话 并不是我故意去听 主要是儿媳声音太大了 而且还开着免提 对话听着一清二楚 更重要的是 上次结婚买房 就是亲家母提出来的 所以我想听听她这次有什么想法 儿媳说完之后 亲家母那边开口了 你公共这次还挺大方 可她要是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那我要去你家的时候 就没我住的地方了 亲家母说完 我心里一惊 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没想到亲家母能说出这样的话 妈 这你用不着担心 我早就给您想好了 等换完房子以后 我就立马把你接过来 只要您先在那边住下了 就算我公共再有意见 那也不会把您赶出去的 再说了 你跟着我一块生活 起码还能帮我看看孩子 做做饭 我公共啥都不会 来了也是给我添麻烦 你就放心过来住就行 其他的事交给我 虽然你想得周到 但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女婿那边会不会有意见 你给她商量了没有 这时 儿媳妇笑着说 妈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这是我早就给她说完了 她说 一切都是听我的 听到这儿 我实在是不想忍了 我恨不得马上推开门 把儿媳训斥一顿 可我思来想去以后 还是觉得这样不妥 毕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想再因此落人口舌 最重要的是 我要是跟儿媳闹了起来 最为难的还得是儿子 可我一想到儿媳说的话 我就气得浑身发抖 于是我把给孙子买的玩具 留下了 把银行卡又放回了自己兜里 走到门口 我用力一关 然后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儿媳妇正聊得起劲 突然听到关门的声响 把她吓得不轻 连忙从卧室走出来 可她转悠了一大圈 硬是没看到一个人影 可当她以为听错的时候 突然看到孩子的玩具 她就感到大事不妙 知道我是从家里刚走 而且还是生着气走的 她连忙给儿子打去了电话 劈头盖脸地把儿子说了一顿 怪儿子没给她打声招呼 儿子也很无奈 说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 虽然我很失望 但我又感到庆幸 要不是我提前一天去送钱 肯定不会想到 儿媳竟然还有这番心思 当我坐车回去的时候 儿子儿媳给我打了很多电话 但无一例外的是 一个我都没接 就连他们给我发的消息 我都是以毒不回 最后为了眼不见心不烦 我直接就关机了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拿着这全部积蓄三十万 帮助儿子儿媳买房子 只想跟着他们一块生活 而且我又不是白吃白喝 我现在每月还有退休金 以后不都是他们的吗 我只想要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每天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 我就知足了 我的要求并不高啊 为何就这么困难 我回到家以后 心情也平复了一些 儿子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犹豫再三 还是接通了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电话那头并不是儿子 而是儿媳 她上来就对我说 爸 你啥时候来的家里啊 怎么也不提前给我们说一句 起码得给您备好韭菜啊 我听完没有说话 儿媳又继续说道 爸 你不要误会啊 我对我妈说的那些话 都是哄她开心的 咱是一家人 最亲的还得是您 要不我们一会去找您拿钱去吧 我都给卖房的说好了 明天就得签合同 我冷哼了一声 随即说道 房子的事 你们就不要再指望我了 要是有钱就买 没钱就先积攒着 你们靠自己本事买的房子 我肯定不会去住的 就算我身体不能动的时候 也不会给你们增添负担 我自己有退休金 我宁愿请个保姆伺候自己 也不会去麻烦你们的 我现在也老了 以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说实话 经历了这件事以后 我也算彻底想明白了 人老了 就是要靠自己 就算我以后过得不好 我也不会去指望 儿子儿媳了 再说了 我现在吃喝不愁 衣食无忧 有自己的房子 还有存款和退休金 我干嘛还要去受那个气呢 等哪天我要是过够了 我就去请个保姆 反正以后也没啥心思了 我就舒舒服服地安享晚年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另一个故事 我男朋友在一年前考上了事业单位 在这之前 他全职被考了两年 原本一心准备公务员 但实在考不上 只得转站更容易的事业边 这两年 他没有一毛钱工资 全靠我在私企的收入养着 但考上以后 他似乎就变了 整天嫌弃我私企的工作不稳定 没前途 不如他捧着事业单位的铁饭碗 一气之下 我报考了今年的公务员审考 起早贪黑学习行策和深论 男友一直不看好我考工 说现在竞争激烈 考上希望渺茫 我本身又不如他聪明云云 可当我终于在公务员考试中 以鄙视第一的成绩进入面试后 男友的脸上却不见丝毫高兴 甚至还在这个关键节点 提出要带我去见他妈 咱们谈了这么久 我妈这周末想见见你 你准备一下 我皱眉 晚几天不行吗 我下周就要省考面试了 时间很紧 可我妈很想早点见到你 拒绝长辈不太好吧 和男友交往四年 这是他妈妈第一次提出见面 我想了想 估计也就占用半天时间 便答应了 提前准备好 送给他妈妈的一套化妆品 一切安排妥当 我的眼皮却跳个不停 后来事实证明 第六感的确有几分道理 见面这天 我随男友去了他家 阿姨经常听秦浩说起您 今天总算见到了 给您带了一套化妆品 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甜甜笑着 礼数做足了 但秦浩妈妈 只是撇着嘴接过化妆品 看了眼便随意放到一边 化妆品 这玩意儿我不缺 前几天 灵灵才送了我一盒勒吗 还没用完呢 我困惑地看向秦浩 灵灵是谁 秦浩顿了顿说 我妹妹 我惊呆道 你还有妹妹 哎呀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家妹妹 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了 秦浩妈妈插嘴进来 提起这位灵灵 她倒是眉飞色舞 这灵灵呀 从小就喜欢围着我们秦浩打转 后来灵灵搬了家 又出国留学 本以为两个人断了联系 结果我们秦浩考上事业单位以后 居然发现灵灵她爸刚好是单位领导 这不太有缘分了 秦浩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我 见我脸色不好 才开口劝道 妈 少说点 晨晨还在这儿呢 我注意到她的表述 是少说点 而不是不要这样说 是晨晨在这儿 而不是晨晨 才是我的女朋友 合着我在这儿 还打扰她娘俩的讨论了 她妈横了秦浩一眼 横铁不成钢的样子 这有什么说不得的 你现在可是有编制的人 那么多条件好的女孩 都排着队想跟你处对象 晨晨要是个十大体的女孩 自然明白这属于正常现象 这话可把我听乐了 我保持着涵养 微笑道 阿姨 不知道秦浩有没有告诉您 这次公务员考试 我拿了笔试第一 那照您的说法 如果我面试通过 秦浩是不是也应该实时大体 接受我身边环绕着许多 想跟我处对象的优秀男孩 秦浩他妈沉了脸色 你 你这孩子 太不懂事了 我故意睁大眼睛 亚裔问 哪里不懂事了 我只是严格遵照了您的说法 他胸口起伏了几下 似乎好不容易才平复下来 摆出一副寻寻善诱的样子 体制内毕竟工资不高 你们两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稳住就够了 另一个可以在外面多闯闯 如果你当了公务员 拿那么低的工资 未来怎么保障我儿子过上好生活 饶是我教养再好 也快要压不住胸口蹭蹭往上的火苗 我看着他咬牙一字一句问 那您的意思是 就活该我在私企累死累活 熬夜挣钱 供着你儿子的好生活是吧 秦浩他妈眉头一皱 两个人既然在一起 就要学会付出 你怎么能这么计较呢 我觉得荒谬 我计较 我计较的话 会花钱供着秦浩 让他全心全意备考两年 没想到秦浩他妈比想象中还能胡搅蛮缠 随口就是一个颠倒黑白 成成啊 你如果真的爱他 就不应该再提起这件事 男人都是有自尊心的 你总是强调你赚钱养过他两年 却不想想 我儿子听到这句话 内心该有多愧疚 多难过 当初他又没求着你养 是你自己愿意的 结果现在你居然又提起这件事 利用他对你的愧疚掌控他 这是道德绑架 好家伙 直接就给我扣了个道德绑架的高帽子 对于这样的老阿姨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皮笑肉不笑 那您觉得 我应该怎么做呢 见我虚心请教 秦浩他妈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依我看 你考了也没用 不如放弃面试资格 让其他比你更合适的人上吧 更合适的人 这句话似乎一由所指 我如果放弃 谁会是最大的获益者呢 猛然间 我突然意识到 他们口中的玲玲是谁了 我所报考岗位的笔试第二名 叫做温灵 原来是这样 秦浩他妈今天叫我过来 根本就不是想见我 只是为了羞辱我 刺激我 打击我 好让我主动放弃面试 再不济 也可以减少我的备考时间 影响我的心态 好让第二名的温灵 占得先机 他妈这么做 秦浩知情吗 我看向秦浩 他却别过眼 丝毫不敢指示我 事已至此 这场见面已经毫无意义 阿姨 你一边炫耀你儿子在体制内 一边又找各种理由 阻拦我考工 真是自相矛盾啊 我勉强笑了笑 竭力维持着从容 我刚刚一直在想 造成这种双重标准的原因是什么 我估摸着 是您不认可 我作为您儿子的女朋友 既然如此 我就更不能放弃公务员面试 不光不放弃 我还得好好准备 争取让您的期待落空 我起身离开 临走之前 不忘拿上之前 我送给她的化妆品 那位玲玲 已经给您送过了化妆品 估计这套您也用不上 我就拿回去自己用了 不送 没有一秒迟疑 我拿了化妆品就走 关门之前 还听见秦昊他妈 气急败坏地叫嚣 给脸不要脸 你就算去面试 也绝对比不过零零的 门烹地关上 又很快被从内打开 秦昊终于反应过来 火急火燎地跑出来追我 他气喘吁吁 我刚打开驾驶座的车门 就被他拉住了手腕 他急切地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冷漠地把手抽出来 揣兜里 秦昊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继续叨叨 我妈虽然有些话不该说 但毕竟是长辈 你就依着他这一次 放弃面试吧 不然还没过门 就杀他的面子 我妈恐怕不会同意 咱们在一起 我抬起头 锐利的目光盯着他 你也希望我放弃面试 给你的温灵妹妹疼地方 秦昊一愣说道 你 你怎么知道他姓温 我吃笑道 真当我傻吗 近面名单 明黄黄写着第二名的名字 你们左一个灵灵 又一个灵灵 生怕我猜不到吗 秦昊张了张嘴 却想不出辩解的词 我坐进驾驶座 干脆利落地插进车钥匙 至于你妈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那是你应该解决的问题 别指望我来牺牲 如果你解决不了 对不起 那我只能解决你 油门一轰 我终于逃离了这个地方 也逃离了这段为期四年的感情 没过几天 便是公务员面试的日子 迁到时 我第一次见到了温灵 在清一色白衬衫黑西裤的面试者中 他独树一帜 粉红色的衬衣套裙 显得格外显眼 与众不同的服饰 在公考面试中是一把双刃剑 这能引起面试官的额外关注 激发高期待值 如果答得好 自然出彩 如果答得差 则会导致更加强烈的失望感 说到底 还是要看应实力 早上出发前 我爸妈就叮嘱我说 不要受旁人影响 只关注自己就可以了 而现在 我也是这样做的 抽完面试的岗位签和顺序签 我就在座位上闭目养神 在脑中顺了一遍面试提醒的答题框架 但温玲天天要往我跟前凑 澄澄姐 听浩哥哥提过你好多次 今天终于见到你了 他声音嗲嗲的 透着一股虚伪的娇憨劲 那声亲亲热热的浩哥哥 明晃晃显摆着他和秦浩不一般的关系 我睁开眼 冷声问 你谁呀 温玲明显一愣 但很快 笑容再次覆盖了他的面庞 看来是浩哥哥怕你误会 所以没怎么跟你提起我 我叫温玲 从小跟浩哥哥一起长大 说起来 浩哥哥以前还给我表白过好几次 要不是后来我出国留学了 说不定现在跟浩哥哥在一起的人 就是我了呢 我懒得搭理他 敷眼道 哦 那祝你们破镜重圆 温玲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 诚诚姐 你不会是生气了吧 你可千万别误会啊 我出国那几年 跟浩哥哥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只是后来 我爸成了浩哥哥的科长 我这才和浩哥哥恢复联系 提起他爸 温玲的底气显得更足了 他巨傲地挺起腰板 似乎在期待我的惊叹 但我只是敷衍了一个字 哦 一个科长 有什么可炫耀的 不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吗 温玲却来劲了 凑到我耳边 压低了声音悄悄说 澄澄姐 我看你刚刚闭目养神 是不是太紧张了 悄悄告诉你 其实你不用紧张 我爸已经给我找好了关系 无论你答得怎么样 都不影响结果 所以你可以放松一点 随便走个过场就行了 我抬起眼 惊讶地看向温玲 没想到都这年头了 还有人用这么老掉牙的阴招 只要多去知乎上翻翻帖子 就知道 面试时击溃对手心态的常见操作 就是声称自己有关系 让对手还没上场 就破罐子破摔 这一招非常好用 但只能偏偏对省考缺乏认知的小白 要知道 省考 国考 高考 几乎是现在国内最公平的三种考试 省考面试的考官 是由公务员局统一组织选拔 面试当天随机分配到各个考场 考试题目现场拆封 面试分数也是当场给出 不存在事后调整的可能性 有可能被人动手脚吗 有 但概率非常非常低 且风险极高 真正有能力动手脚的人 恐怕也不稀罕用省考这种方式 多的是其他路子 像温玲父亲这种科长级别的 既没有这个能力 也难以承担其中的风险 我判定温玲只是胡我 挑眉故意问他 哦 你爸给你找了什么关系 是考官中的哪一位 还是好几位 温玲故弄玄虚 这个吗 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诚诚姐 你也不要想太多 我也是看你太紧张 想让你放松一些 呵 这话说的 反倒像是为了我考虑 他想用这种方式搞我心态 这如意算盘打得巴巴响 但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 我举手示意后考试的监考人员 在得到对方询问的眼神后 站起身朗声道 我要举报 我身边这位考生是岗位第二名 声称他爸已经给他找好了关系 无论我面试怎么表现都没用 我对本次面试的公平性存疑 温玲惊恐地睁大眼 完全没想到我会来这招 你 你胡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 刚刚那些话不是你说的吗 你说 你爸是单位的科长 是领导 已经给你安排好一切 我认为 监考老师可以核实一下他爸的身份 就知道我有没有胡说了 温玲万万没想到他几句话 就把他爸拖下了水 更加慌乱 终于承认了他的用意 没有找关系 我根本就找不到关系 我刚刚是骗你的 只是想扰乱你的心态 让你面试发挥失常 后考室内一阵骚动 监考员满脸肃然 走到温玲面前 这位考生 麻烦你配合我们核实情况 如果你确实和考官认识 需要进行回避处理 温玲辩解无效 就这样被监考员带走了 后考室内的议论生 久久难以平息 有考生担心面试存在猫腻 反复询问后续情况 听说 温玲被单独带去 和所有考官再次见了面 一个个核对他们是否和温玲认识 经过这一遭 哪怕他爸真给他找到了关系 恐怕对方也不敢再冒险帮他了 半小时候 温玲才通过各种核查 重新回到后考试 他愤怒的目光狠狠地瞪向我 但终究还是没敢再开口说话 坐在了离我很远的位置 没等屁股坐热 就轮到他面试了 温玲额头都是汗 坠坠不安的样子 哪里还有之前的神采 想必心态受到了极大影响 而我只觉神清气爽 常常出了一口恶气 他想干扰我的状态 也该先掂量掂量 自己能承受的后果 否则就会像现在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的面试发挥不错 当场就出了分数 87.6分 折合比试成绩 温玲的面试至少要达到93分 才有可能超过我 但在我们省 面试超过90分 考官就必须全体写报告 因此几乎没有90分以上的考生 到了晚上 总成绩在单位官网公布了 我的比试面试都是第一 基本稳了 温玲面试分数比我低一些 总分依然排在第二 辛苦的付出 终于有了回报 我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爸妈 我爸很欣慰 不错不错 我女儿也要成为人民公仆了 以后在岗位上好好干 千万不要想些歪门邪道 做实事 做好事 才是正道 我忍着笑 我这还没正式上岗呢 还有体检和正审 我妈考虑的 则是另外的事 工作稳定下来 你和秦浩 也该谈婚论嫁了 什么时候 带她回家看看 听到秦浩的名字 我的好心情 顿时荡然无存 我俩分手了 我妈压抑道 你们在一起四年 怎么说分就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叹了口气 把我去秦浩家遭遇的事 以及温灵透露的信息 告诉了他们 我爸气不打一处来 用力一拍茶几吼道 分 赶紧分 他算老几 敢这么欺负我闺女 冷静 冷静 我妈安抚地拍拍我爸的背 想了想 对我说 你刚刚讲的 都是秦浩妈妈说的话 或者温灵说的话 那秦浩究竟是什么态度 我觉得你应该听听他怎么说 再决定分不分手 我琢磨了一会儿 觉得是这么个理 我妈继续说 退一步来讲 就算最后两个人走不到一起 聊清楚了 也免得以后再纠缠 我点点头 认可到 要是有机会 我跟秦浩好好谈谈 我爸大手一挥 闺女 你放手大胆做决定 天塌了 还有我们给你撑着 我心里一暖 因为秦浩而沉郁的心情 也变得明亮了起来 回到房间没多久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居然是秦浩打来的电话 虽然刚刚才跟妈妈承诺过 会和秦浩好好沟通 但看见她的名字 还是觉得一阵心烦 我任由铃声乱响 但秦浩显然不打算轻易放弃 自动挂断没多久 又紧接着打来下一个 我慢吞吞地接起 诚诚 他磨磨蹭蹭叫我的名字 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有话快说 秦浩小心翼翼地问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他又是这一套 装可怜 装弱势 但对问题本身避而不谈 仿佛一切矛盾 都只是因为 我莫名其妙地生气 他只需要等我自己消气了 一切就万事大吉 我冷哼一声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我比试面试都拿了第一 高兴还来不及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 秦浩似乎松了口气说道 那你已经消气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最善解人意 不会动不动跟我生气的 我一个白眼 差点翻上天说 少在这给我扣 善解人意的帽子 我不吃这套 我懒得跟你生气 是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从不在 无所谓的人身上 耗费情绪 你想要善解人意 不如去找你的温灵妹妹 秦浩又摆出一副 受冤枉的模样 程程 你误会了 我只是把玲玲当妹妹 不重要了 我说 还是那句话 你解决不了你吗 那我就只能解决你 秦浩沉默了一会儿 电话那头传来 嘻嘻嘻嘻的声响 他似乎在和什么人轻声交流 片刻后 他说 这样 你也面试完了 明天有空出来 我们聊一聊吧 有些话 我想当面跟你说 我是真的不想见他 但想起妈妈的话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同意了 无论怎样 我们需要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有始有终 不留误会 但没想到 这一次会面 狠狠让我栽了一个大跟头 秦浩和我约在大学旁边的一家老餐馆 当年读大学时 我们常在这里开小灶 我们第一次约会吃饭是在这里 秦浩跟我表白是在这里 毕业前的最后一顿饭也是在这里 可以说 这家老餐馆 承载着我们学生时代诸多美好的回忆 秦浩故意在这里约我 看来是想打感情牌 我到的时候 秦浩已经在餐馆等我 桌上摆着几道小菜 两杯饮料 都是我们从前爱吃的 见我坐定 秦浩热络地移到我这一侧 端着饮料往我身边挪了挪 呈呈 咱们好久没来这里了 路上渴了吧 喝点饮料 我立刻挡住他的挪洞 坐回对面 有话好好说 秦浩善善一笑 不情愿地坐回去 说我看到你们岗位的公事了 你真是聪明 一考就考了个第一 我冷笑道 你之前不是总说我太笨 铁定考不上吗 哪有 真正笨的人是零零 他已经考了三次 只有这一次进了面 也才考了个第二 秦浩没说两句话 就提到了温玲 话里明显带着弦外之音 我没搭枪 喝了口饮料 等着他下面的话 果然 秦浩道出了他的真实目的 考工对你来说不是难事 但对玲玲来说 真的很不容易 你能不能帮帮他 这一次让他掀上 反正你能力强 下次肯定也能考上 我死死地盯着他 难以相信 我看男人的眼光 竟然差到这种地步 半晌 我肩膀一松 托力斑靠在椅背上 我算是明白了 原来你一直跟你妈和温玲 站在同一战线 我自嘲笑道 我备考时 你反复说我不如你聪明 根本不可能考上 是为了让我觉得 自己低你一等 方便你在精神上打压 见你妈时 你妈以体制内工资低为理由 劝我放弃面试资格 实际上是为了让我给温玲藤位置 现在 你又来求我帮忙 不知道是以什么立场 什么身份 好歹我们谈过四年恋爱 总比一般人亲近 我考上你不祝贺 也就算了 凭什么要求我做出牺牲 秦浩噎了一下 我本以为这番话 至少让她有所反思 没想到她接下来的言论 再一次刷新我对她的认知 女人嘛 总是应该为家庭做出牺牲的 秦浩 我知道你觉得委屈 但你应该为我们的未来考虑啊 玲玲的爸爸是我的领导 如果你这次把名额让给了她 她爸有提拔的机会 就会着重考虑我 等我平不清云了 你不也跟着享福吗 我仔仔细细地打量秦浩 他被我盯得不自在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只是在想 过去四年 原来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你 秦浩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 说 那是当然 我这些年考虑的都是我们的未来 不像你 只顾着你自己的利益 我气急反笑 笑得眼角都沾了泪 真可惜啊 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陪在我身边的居然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幸好 现在认清还不晚 秦浩 你考虑的从来不是我们 而是你自己 你一直要求我为你牺牲 那我问你 如果今天考上公务员的是你 而我要求你为了我的前途放弃 你愿意吗 我平静地问他 心中残留着最后一丝期待 他却只是烦躁地皱紧眉头 这怎么能一样呢 你是女人 我是男人 女人依附男人就够了 要前途做什么 程程 我也是为了你好 希望你能多具备一点 中国传统女人的美好品质 美好品质 比如 比如 温顺 再比如 无条件地服从 程程 你太强势了 你这样让我压力很大 我看着秦浩那张无比熟悉 又无比陌生的脸 彻底没了交谈的欲望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我拎起包 转身就准备走 秦浩在后面叫唤 哎 程程 你怎么走了呀 我一个字都不想再跟他说 但秦浩却冲上来 抢过我的包 挡住我的去路 你还没回答我 到底同不同意放弃资格呀 我伸出手 冷冷到 把包还我 秦浩将我的包 死死藏在身后说 你先回答我 他这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抱着双臂 站定 好 那我就跟你说个明白 秦浩 我为我曾经跟你在一起 感到深深的耻辱 从今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你也别再用你那套恶心的理论 玷污我的耳朵 此话一出 秦浩果然定住了 他脸上虚伪的深情 以光速退去 终于呈现出本来的样子 冷漠的 自私的 恬不知耻的 他摊牌了 不装了 孟诚诚 这样吧 只要你放弃 玷玷愿意给你五十万 怎么样 这个钱够你做公务员好几年的工资了 你不亏 真有意思 这五十万早不说 偏偏要等到我拒绝了以后才说 可见一开始 他们就不打算付出任何的代价 光想靠洗脑 让我把公务员送给温玲 而他微扬着下巴 仿佛这五十万是天大的恩赐 可以不顾我的意愿买到任何东西 真把我当傻子吗 我冷冷到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打什么算盘 一旦我答应这种金钱交易 你们就可以保留证据 反悔不给钱 之后在正审公事阶段举报我 这样我就会因为买卖资格被取消录用 温玲不用花这五十万就能递补 似乎戳中了他心中所想 秦浩的身形僵了一下 他扯了扯嘴角 我怎么会做这种事 如果举报你买卖资格 玲玲也是要受牵连的 我了然一笑说道 要不 他怎么会让你做传话筒呢 只要他从头到尾没亲自出面 谁能证明他参与了 秦浩气急败坏道 孟诚诚 我们在一起四年 你怎么能把我想得这么龌龊 我对你太失望了 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么龌龊呀 我嗤之以鼻 与其在这儿 用那根本不愿意给我的五十万画饼 不如来点实际的 先把你全职备考那两年 花我的钱都还了 我在考虑要不要跟你谈条件 秦浩的脸色阴沉下来 那是你自己愿意花的 关我什么事 我嘖嘖两声 你看 这点小钱 你都不愿意出 让我怎么相信你 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呢 这话倒是让秦浩动摇了几分 他沉默下来 似乎在认真思考 拿出诚意的可能性 我哪有耐心等着他慢慢想 趁秦浩不备 一把从他手中夺回包 转身就走 想要我把资格让给温玲 下辈子吧 我扔下这句话 大不离开这个恶心的地方 秦浩气急败坏 在我身后叫嚣 行 孟诚诚 你不买账是吧 我们走着瞧 从餐馆回到家 我的情绪依然起伏不定 狠狠把秦浩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 刚操作完就收到了招录单位人士打来的电话 孟诚诚吗 这边打电话是来向你确认 后天早上的公务员体检 你能否按时参加 我肯定地说 没问题 那这两天 注意休息和饮食 具体的体检地点会在明天通知你 好的 挂断电话 我克制着乱窜的情绪 不停提醒自己 冷静冷静 不能让秦浩这颗耗子时 影响我的体检指标 但很奇怪 往常极少失眠的我 这一晚却兴奋无比 一整夜都没睡着 要知道 哪怕是紧张的面试前夜 我都是雷打不动的优质睡眠 就这么辗转反侧到清晨 我总算进入浅眠 但没睡多久 就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 客厅里似乎一片混乱 我听见一个严厉的男生问 谁是孟诚诚 然后是我妈焦急的声音 警官 你们找诚诚什么事啊 警官 怎么有警察来了 我大脑放空 迷迷糊糊起来 打开卧室的门 还没反应过来 就迅速被围上来的警察控制 孟诚诚 我们接到举报 你涉嫌吸毒 请你配合调查 我脑瓜子嗡嗡的 什么吸毒 我从来没有碰过毒品 我妈也跟着帮枪 对啊 警官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我女儿一直遵纪守法 绝对不可能跟毒品沾上关系 领头的警察不为所动 所有吸毒的人 都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有毒瘾 她微台下巴 是一手下的警察 其他人得了指令 迅速冲进我的卧室 各处翻找 最后在我的手提包里 翻找出一小包冰毒 我心脏猛地一跳 直到这时 才有了真实的感觉 这不是我的东西 我从来没见过 警官如若未闻 只说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妈急了 拽着我的衣袖身边 警官 这事一定有误会 还是我爸冷静 拍了拍我妈的肩 正色道 澄澄需要配合警官检测 这是必要的程序 等结果出来 自然会还澄澄清白 我也安抚地握了我妈妈的手 放心 我清楚自己没吸 不会有事的 我妈满目担忧 但终究还是松开了手 目送我和警察离开 尿检结果出来了 幽闭的讯问室内 警察将检测结果 单朝我面前一拍 老实交代吧 什么时候开始吸毒的 我颤着手拿过那张薄薄的纸 上面清楚写着 尿液中含有本饼案 和甲基本饼案成分 结论 阳性 怎么可能会这样 冷汗从我额头上 层层冒出 不对 不对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沉下心捋了 捋目前的情况 尿检是阳性 说明还没代谢完 服用时间 冰毒是从手提包里找到的 而这几天 动过手提包的 除了我自己 就是秦浩了 我想起那天进餐厅后 秦浩就试图 跟我坐在同一侧 并朝我包的方向 挪动了好几下 再想起他抢过我的包 死死藏在身后 冰毒或许就是那时候 放进去的 还有那杯饮料 我到老餐馆的时候 饮料已经摆在桌上了 秦浩完全有时间动手脚 怀疑的念头越来越清晰 我抬头看向警察 静定道 我没有吸过毒 但确实可能被人投毒 就在昨天 大学城的某某餐馆 你们可以派人调取 昨天中午12点到13点期间的餐馆监控录像 应该就能找到我前男友 往我的包和水杯里投毒的画面 眼前的两名警察对视一眼 其中一人出去了 半小时后 那人带回了消息 你说的这家餐馆 没有安装监控 无法证明你的话是真是假 脑袋里像是有烟花炸开 这一瞬间 我突然明白 秦浩选择在老餐馆约我见面 根本不是为了打感情牌 而是因为他早就知道 那家店没有监控 临走之前 秦浩说走着瞧 居然是真有后手 情况陷入僵局 我徒有猜测 毫无证据 如何自证清白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起 是招考单位的人打来的 可以接听吗 我询问看守的警察 得到允许后 我在他们的监督下 接通电话 孟诚诚你好 我是明天体检的带队人 现通知你 明天早上七点半 再是第二人民医院 体检中心集合 再确认一遍 你按时参加没问题吧 请稍等 我捂住话筒 向面前的警察求助 我明天早上 可以先去做个体检吗 之后 我再回来接受调查 警察肃然说道 现在对你进行的是训问 不能随意离开 如果罪行成立 会处以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 牙齿不小心咬破嘴唇 我将血液混着唾沫吞下 艰难地对着电话说 我这边 可能出了点问题 您能不能将我的体检日期 延后一段时间 对方一愣 出了什么事 我只好把今天发生的事 告诉对方 并且承诺 自己是清白的 等查清楚了 就能参加体检 对方沉默半上说 体检最多给你延后五天 让你和复检的人 同一批接受体检 再晚就不可能了 只有五天 如果真的被拘留 就必定会因为错过体检 而取消录用 我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 又听对方凝重道 其实 如果吸毒坐时 你就算赶上体检也没用 因为一旦有行政拘留的记录 你的证审可能无法通过 脑中响起铺天盖地的一声碎裂 秦浩和温灵 真是好手段 特意选在我体检前一天动手 故意让我错过体检 就算我侥幸赶上了复检时间 也会败在正审那一关 无论哪种方式 结果都是温灵地捕 顶替我上岸 这几乎就是个死局 不能急 要冷静 我沉下心 在脑中将前因后果仔细梳理了一遍 警察同志 你们刚刚也听到了 我已经通过了公务员考试的笔试面试 只差体检和证审就能入职 如果这两个环节出了岔子 第二名就会被递捕录取 结果恰好就在体检的前一天 你们接到了举报我的电话 还在手提包里一找 就找出了毒品 可问题是 这个举报人怎么知道这些事 还恰好在这么微妙的时间点举报 警察们其实在接到招考单位的电话后 就交头接耳一阵讨论 想必也决出了蹊跷 现在考工有多难 大家都知晓 一个考生过五关斩六将 好不容易通过了笔试 面试 离体检只差一天 怎么可能在这时候去吸毒 这事想想就不合常理 他们特意调出了我的履历查看 发现我中学大学都是名校 一路稳扎稳打 没有丝毫污点 一律的神情愈发凝重 与旁人一番耳语后 训问我的警察在笔录本上记下了什么 一边记录一边问 你怀疑是第二名做的手脚 可你刚刚才说 是你前男友给你投毒的 我点点头说 事实上 我前男友和第二名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第二名的父亲 还是我前男友的领导 两个人早就串通在一起 早在笔试成绩出来后 他们就软硬皆失 想逼我放弃录用 昨天 前男友约我在餐馆见面 我喝了他递给我的饮料 还被他抢走了包 估计就是在那时候被投了毒 后来 前男友提出 给我五十万让我放弃体检 在被我拒绝后 他曾放狠话说 让我走着瞧 无数疑点清晰呈现在警察面前 领头的女警思索片刻 吩咐另一人道 给孟澄澄再做份毛发检测 我十分配合地采集完样本 又在警察的问询下回答了一系列问题 等问询结束 毛发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 是阴性 这个结果一出 警察们对我的态度明显温和了许多 领头的女警跟我解释 如果你近几个月曾吸毒 毛发检测就能准确还原 最终的检测结果是阴性 说明你没有持续性的吸毒行为 而且在你身上 也并没有引君子常见的外貌特征 不过 针对你反映的被投毒情况 你还需要配合我们进行进一步调查 终于 我被带出了昏暗封闭的讯问室 转到休息室等待 一进门 就看见了满脸担忧的我爸妈 我被警察带走以后 他俩实在不放心 跟着来了公安局 已经在这里等了我快一整天 在讯问室关了几个小时 我没觉得委屈 可见到爸妈的瞬间 鼻子竟难以遏制地酸了酸 满腹委屈快要溢出来 我熬的一声朝爸妈扑过去 一手搂着一个 把脸狠狠埋在他们肩膀 我妈被我吓了一跳 急得不得了地说 怎么了 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爸也是凝重无比地说 闺女 你跟我们说句实话 只要你没做违法乱纪的事 爸妈都站在你这边 我破涕为笑 虽然情况还是一团糟 但内心却奇异地平静下来 警官们很负责 虽然我的尿茧是阳性 但他们很谨慎地 又给我做了毛发检测 已经排除了我长期吸毒的可能 初步判定我是被人下毒 接下来就是调查秦浩和温灵了 即便他们动手时 故意避开了监控 但肯定藏不住所有痕迹 咱们就安心等着警察的调查结果吧 我爸眯起眼说道 秦浩 是他干的 我点点头 将秦浩和温灵这段时间的 所作所为同爸妈说了 我妈心疼得要命 抱着我抹眼泪 澄澄 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早知道这样 当时妈妈就不该劝你 去跟秦浩好好谈 这种人渣 根本没有谈的必要 我安慰妈妈说 谈了也好 要是不谈这一回 我还不能像现在一样 全方位地深刻认识到他的渣 我爸则脱了外套 叠成方方正正的一块 递给我说 昨晚没休息好吧 看你打了好几个哈欠 拿这个当枕头躺话吧 这正合我意 昨晚因为毒品兴奋了一整夜 如今药效退去 沉重的疲惫感袭来 我很快就以着我爸的自制小枕头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中 我听见休息室外一阵骚动 一道熟悉的男声传入耳中 警官 我是被污蔑的 不关我的事啊 那声音焦急慌乱 正是秦浩 我坐起身 揉了揉眼睛 便见休息室的门被推开 警察带着秦浩和温灵走了进来 三脸相对 秦浩争忠片刻 带着机会就开始信口雌黄地说 孟诚诚 我知道你被我甩了 心里一直不平衡 你之前沉迷吸毒的时候 我劝过你多少次 但你不光不听 现在被警察抓了 还要陷害我 你心也太黑了 是不是陷害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我靠着座椅 轻松的睡意还未完全退去 悠哉悠哉到 你以为只要躲掉监控 就可以瞒天过海 未免太小看咱们的人民警察了 我看你是被身在体制内的优越感 支配了太久 连自己的智商有几斤几两都分不清了 秦浩急了 你 你空口无凭 我们要告你污蔑 温灵也在旁边锅造帮腔 对 你就是嫉妒我和浩哥哥好了 所以才拖我下水 想让我留下案底 不能再考工 安静 这里不是你们大喊大叫的地方 警察打断我们的争吵 严肃到 老实等着 到底是不是污蔑 等会儿就知道了 室内不得已安静下来 紧张而凝重的气息逐渐蔓延 没有让我们等太久 有人推门进来 给警察递上一打资料 开口道 结果出来了 这是技术组复原的信息 从这份秦浩和温灵的微信聊天记录里 可以找到他们沟通 怎么给孟澄澄下药的证据 另外 在温灵的手机浏览器上 发现他曾经多次搜索吸毒 会不会影响公务员体检 吸毒被抓要关多久 吸毒影响正审吗 这一系列词条 秦浩和温灵的脸色 巨是惨白 震惊和惶恐 笼罩着他们全身上下 秦浩按捺不住 挤不上前抢过资料 越看手抖得越厉害 怎么会 明明都已经删了的 警察厌恶地甩开秦浩的手 夺回资料 肃然道 秦浩 温灵 现在通知你们 警方对你们的调查 正是从询问转为询问 这意味着 你们已经被列入犯罪嫌疑人 我看热闹不嫌是大 笑道 你俩当咱们人民警察 是吃素的吗 删掉的聊天记录 他们轻轻松松就能恢复 只要做了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温灵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 他低头看了看 自己纠结的手指 又看了看秦浩 终于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 站出来说 是我 是我教唆浩哥哥帮我的 他本来不愿意 是我用感情要挟他 他才被迫下了毒 你们要罚 就罚在我头上吧 温灵的这一举动 倒是让我十分意外 根据我对秦浩的观察 他根本没有半分 被要挟的迹象 相反 还相当主动 致力于把我枉死离者 那温灵 为什么会跳出来承担责任 想必是被秦浩那一番 女人就该为男人牺牲的理论洗了脑 再说上一堆甜言蜜语 要求温灵 担下主责 只有这样 才能最大程度保住他事业单位的铁饭碗 纵然我并不喜欢温灵 此刻也忍不住提醒 温灵 你想清楚 这事是要坐牢的 听到坐牢 温灵嘴唇微颤 他张了张口 犹豫着正要说话 却被警察打断 你先看看这个 再做决定 警察从那达资料中抽出两张 递给温灵 并且示意我也看一看 那是一个秦浩 曾经在网上发的帖子 询问网友 应该在我和温灵当中选谁 本人男 事业单位正是编制 现在有两个女生都对我死心塌地 网友们帮忙看看谁更配得上我 一号女 必背 大学同学 私企员工 愿意给我花钱 但在一起四年 有点厌倦了 而且最近他考工比试得了第一名 真要让他当上公务员 我这个事业编 岂不是会被他压一头 不过 如果他愿意安心当我的ETMG 我还是可以考虑跟他再谈久一点 二号女 C杯 青梅竹马 家境好 国外留学回来 目前代业 全职考工 他爸是我单位领导 跟他在一起 我能少奋斗十年 目前没怎么花他钱 反正他是独生女 以后的家产都是我的 而且这个女人很傻 我说什么都信 从他身上 肯定能炸出比一号女更多的钱 各位老铁觉得 跟谁结婚更划算呢 我目前打算两个都吊着 看他们谁更好控制 说不定 等我把他们油水榨干的时候 三号女也出现了 哈哈哈哈 看着帖子的内容 我只觉心中作呕 秦浩居然把我和温玲 像商品一样挑来选去 他配吗 温玲盯着帖子 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秦浩开始不安 忍不住询问他 究竟在看什么东西 你不是说 这些年 我一直是你的白月光 你只爱过我一个人吗 温玲勾了勾嘴唇 像是要笑 可眼泪却流了出来 原来你只是看我傻 像榨干我身上的油水 玲玲 你在说什么呀 秦浩额上冒出冷汗 急促道 咱们现在没功夫 扯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你快跟警官讲清楚情况 是你让我去下毒的呀 无关紧要吗 也对 孟晨晨和你恋爱四年 在你眼里都只是一台 一TM机 我又算得上什么紧要 温玲哽咽着低下头 在抬头时 眼中已充斥着 鱼死网破的癫狂之意 秦浩 我不会再听信你的鬼话 也不会再替你多承担半分责任 当初我考了第二名以后 本来对上岸没抱什么期待 是你告诉我 第一名的孟晨晨 是你的女田狗 说她爱你爱得发狂 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你让我把一切交给你去办 结果呢 你居然直接去下毒 女人一旦从恋爱脑中清醒过来 其报复是招招致命的 温玲毫不留情地 把秦浩做的所有事抖了出来 不光是对我下毒的戏之末节 还有秦浩 曾利用职权捞油水的贪污腐败问题 哪怕两败俱伤 他也在所不惜 秦浩目自欲裂 嘶吼着狡辩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明明是你用手段逼迫我 威胁我 如果不帮你 就让我前途尽毁 不然我怎么可能干出这些事情 我冷眼看着反目成仇的两人 心中毫无波澜 我是不是舔狗 这个暂且不论 但此时此刻 面前的秦浩和温玲 无疑是在上演一场狗咬狗的好戏 最高兴的当属在场的警察 个个咧着嘴角 容光焕发 毕竟还没正式审问 这两人就招了大半 省时省力 还有什么话 去询问是挨个交代吧 警察抓走了争执不休的秦浩和温玲 并告诉我 可以安心回家了 我们一家人 总算彻底松了口气 最终 温玲和秦浩 因为涉嫌欺骗他人吸毒罪 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月 此外 秦浩还涉及贪污腐败的纪律问题 根据温玲提供的证据 很快确认了秦浩的违纪违法情况 因为情节严重 秦浩被事业单位开除 丢掉了他引以为傲的铁饭碗 至于我吗 警方帮我向招录单位说明了情况 最终我顺利赶上体检 又通过了正审公事 成为一名公职人员 谢天谢地 因为毒品的剂量很小 我并没有染上毒瘾 秋贵飘香的季节 我正式入职 在新录用公务员宣誓仪式上 我面向国徽 举起右拳 向宪法庄严宣誓 郑重表达对宪法的尊崇 和对履行好公务员岗位职责的承诺 这一路走来 实在不容易 还记得配合问询那一夜 我和爸妈从公安局走出时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细微的晨光正从远方亮起 我一时有些恍惚 我突然想起 读大学时 秦浩也曾有过雄心壮志 立志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没过几年 他却变成了这样 爸 妈 今后等我走入工作岗位 是不是也会改变 我迟疑着问 无论身在哪里 人的一生都会面临很多诱惑 所以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才显得更加重要 我爸郑重地说 诚诚 今后无论经历什么 你都要一直记得你的初心啊 我点点头 地平线上 朝气蓬勃的太阳 正缓缓上升 今后 我也会成为光明中 微不足道的一树 哪怕只能照亮一点点的黑暗 也值得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